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欣赏这个节目 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危险试探的逃脱 危险试探的逃脱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我们来读耶稣受试探当中 如何逃脱危险的试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不可试探住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侍奉他 耶稣能不能开始出来祈祷 传道 关键性 就在是不是能够脱离 危险的试探 危险的试探 非常难脱离 在我们上次所说 有三个原因 会用需要来决定一切 不管上帝的旨意 上了魔鬼的试探的勾 第二个 会滥用自己的身份跟特权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可以做这些 不管上帝的旨意 第三个 魔鬼叫我们单单看 世界上短暂的好处 而不会想到永恒的权威 这三个试探非常难避免 但是我们发觉 如果耶稣不经过这个试探 得胜试探 就不能开始祈祷 传道 呼召蛮徒 医病 赶鬼 最后走上十字架 十里埋葬复活 一个人能不能被主左右的关键 说穿了 也就在他是不是能够胜过危险的试探 圣经的人物 不管是参孙 不管是大卫 不管是所得门王 都因为危险的试探 所以上了沟 跌倒 相反的 约瑟在创世纪 成为法老王下面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关键 也是因为他能够胜过危险的试探 危险的试探是可以胜过的 是可以逃脱的 因为决定到 你我是不是能够认识真神 有永恒平安的生命呢 就要了解 从耶稣在试探当中如何得胜 我们也因此可以逃脱危险的试探 这边有几个原则非常宝贵 第一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免疫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 留意自己觉得可以的时候 往往是受试探的时候 魔鬼是在耶稣 四十天作业的时候来引诱他 而且不只是引诱一次 引诱三次 一再一再一再的引诱他 而且离开他以后 继续来引诱他的 后来彼得告诉耶稣 你不可以走上十字架 耶稣说 撒旦退我去吧 所以魔鬼借着彼得的口 甚至克西玛林言 包括被钉十字架 下面许许多多的声音叫他跳下来 要离开神的旨意 没有一个时刻 是完全离开耶稣的 魔鬼的试探 是随时随地就在耶稣旁边 也随时随地会在我们周围 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的 你我都在 就像约翰一书所说 五章十九节 这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中 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的 因此如果自己觉得 刚强的时候 就要留意 你可能就在那个时候跌倒 因为成功 往往就是失败的开始 脱离试探 第一个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免疫 没有 Nobody is immune 没有人可以免疫的 第二 留意自己隐藏孤单的时候 耶稣说试探 就是在隐藏孤单的时候 四十天在旷野 在旷野 没有任何其他人 圣灵感动 然后他在旷野 许多的试探 不就是在旷野的时候 所产生的吗 旷野是人试探的时候 福士德 就是歌德的福士德 就记载福士德 就是要让 Margaret的妈妈 喝一点酒 给她一点点迷魂药 希望他们两个单独的 不需要妈妈干扰监视 可以享受一夜情 危险的时候 就是孤单的时候 孤单的时候 就是你容易受试探的时候 其实许多的试探 就是在孤单的时候 很多色情 就是在车子里面 在孤单的时候 父母亲不在的时候 在荒郊野外 其实我们提过 约瑟贝神所用的 四个关卡 在创世纪来看它 第一个关 色情关 第二个关 困难关 第三个关 荣华富贵关 第四个关 仇恨关 这四个关 第一个关 就是色情关 当他年纪轻轻的 被出卖到埃及去 埃及的波提法 马将军的太太 要找他当牛郎 要跟他求爱 他在这里孤单的时候 拒绝掉他 因此孤单的时候 就是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因此要特别留意 孤单的时候 在教会历史非常有名的 就是十二世纪的时候 在巴黎 圣母院教堂学校的校长 叫Peter Abelot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有关于基督的救赎论 事情上他有一些贡献 他就是因为跟当时 他的学生叫Helois 在死在1164年 跟他长得很漂亮 非常才华 跟他在一起 教他的一些真理的时候 结果产生感情 爱他 后来怀了孕 怀了孕以后 他本身 因为是不愿意来娶她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 是神父的缘故 后来因此 女方的家人非常丧气 在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在他睡觉的时候 进去他的房间里面 硬是阉割了他 孤单所犯出的罪恶 伤害到他一辈子 也伤害到那个女孩子 这是教会非常有名的公案 孤单的时候 反过来说 上帝会不会用我们 你是不是能够被神所用 成为新时代的领袖 往往关键就在你 如何在孤单的时候受试探 如何得胜试探 以利亚被神所用之前 上帝放他在基地西旁 孤单的地方学习 依靠神 摩西被神所用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 在旷野孤单的忍受40年 马丁路德的改教 四年跟罗马教皇的 征战里面的孤单的时候 他躲在Vartburg 十个月 在那边写的圣诗 翻译圣经 然后里面重新站起来 在最孤单的时候 正式走出来的时候 以色列40年的旷野 正好也是磨练他们的时候 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 自己隐藏孤单 甚至自己觉得戒戒无名的时候 留意 正好是上帝磨练了您的时候 孟子说的对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苦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磨练你孤单的时候 那个里面属为赢的生命 因此危险的试探要逃脱 第二个 留意自己隐藏孤单的时期 第三 留意魔鬼引诱的手段 魔鬼引诱医书的手段 就是三个 power money 跟sex 哥德的福士德就在讲 福士德受魔鬼的引诱 就是用power 让他能够享受世界上 跟罗马皇帝同样的皇位 money 给他很多钱 制作很多罗马的假钞 sex Margaret 甚至Helen 海伦 用这三个来引诱 这个博士 哥德 连哥德这个博士 都不能脱离魔鬼的引诱 那魔鬼的引诱 你要留意 power money sex 权 钱 色 权 power money 钱 了解这个人 大概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有一次游江南 假搬成百姓的打扮 在长江上面 坐着船 看着船夫在摇船的时候 看着长江 这么多艘船来来往往 他有感而发 就问这个船夫说 船夫先生 请问你这辈子 这辈子看过多少艘船 这个船夫不假失所 马上说只有两艘 什么才只两艘呢 他说是哪两艘 明跟立 世界上人在追求明跟立 这船夫呢 说对了一半 另外一半呢 是告子所说的 识 色 性 也 色 性 power money sex 魔鬼引诱的手段 无非就是这些 权 钱 跟色 因此特别要留意 在这方面呢 魔鬼引诱 你的这些手法 如果不留意的话 包括即使像伟大的 所得蒙王 就因为 世界上的钱 权跟色 因此卡的败坏 特别在色方面 色情观 约色的色情观 卡进去 国家败坏 分成两半 稀奇的地方就是 人间往往不懂的 power money sex 只是魔鬼攻击人 让人家上钩的工具 所得蒙王本身就是一个色情的缘故 离开神 去拜外邦的假神 娶了一千个太太 稀奇的地方是 他是大卫王所生的 大卫王呢 是生了跟八四八在一起 也是因为色情犯了罪 生了老大 上帝审判公义的神 圣洁的神 不容许有罪恶 因此老大死了 结果老二所生的 就是守的门王 八八犯淫乱的罪 儿子也犯淫乱的罪 儿子犯的就是 八八所犯相同淫乱的罪 好像八八所犯的罪 完全没有给儿子教训 你看到人家有外遇 有婚外情 有痛苦 很多人在后面 不会学习到那个痛苦的教训 继续扑火上去 继续扑火往上去 非常痛苦 这其实就好像是黑格所说的了 历史给人类的教训 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 power money sex 权 钱 色 一直在捆绑的华人的文化 除非我们学习 耶稣能够从当中走出来 特别在成功的时候 像大卫王 像所罗门王 大卫王是太阳平息的时候犯罪 所罗门王是 整个国家最安全 最富有的时候 开始离开神 所以在成功的时候 你特别留意 魔鬼就进来了 会进来 会吸引你 引诱你 留意魔鬼引诱的手段 这三个秘诀 第四个 留意犯罪的步骤 魔鬼引诱耶稣三个犯罪步骤 非常稀奇 第一个 把石头变饼 你把石头变饼你饿了 从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来看 就是肉体的情欲 第二个 你看世上的荣华富贵 我都给你的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第三个试探的步骤 今生的骄傲 你跳下去 比别人强 上帝会拖住你 天使会拖住你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你留意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肚子饿了 有需要的时候 不要因为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上了沟 留意犯罪三部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魔鬼如何引诱耶稣 其实当年就是如何引诱夏娃的 在创世纪第三章 魔鬼引诱夏娃的方式就是如此 三章六节说 于是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肉体的情欲 也悦人的眼目 眼目的情欲 而且是可喜悦 使人有智慧 吃得跟别人家高 高人一等 甚至跟上帝同等 今生的骄傲 这个是叫我们 跌倒的步骤 因此在需要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犯罪三大步骤 一定很熟悉 阿里巴巴以四十大道 阿里巴巴以四十大道 他在森林里面 听到一群强盗的声音过来 四十个人加上酋长 躲起来 结果囚长喊着芝麻开门 进去了 再出来 芝麻关门 这些大道走了以后 他得到秘诀了 就照这个秘诀 芝麻开门 进去了 带了一些珠宝 用骆驼扛回家 芝麻关门 关门 以后回到家了 晚上他告诉他太太 这些金银财宝这么多 我需要量完才藏起来 这么晚 哪里去找量器呢 就跟他的哥哥借量器 跟他的哥哥借量器的时候 嫂嫂就很怀疑 这么晚了 到底我的弟弟 平常是穷得要死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 这么多多的地步 要用量器来量呢 因此就在下面 连一个连交 连回来这个金币 非常愤怒 对了他这个先生说 你看看 你这个弟弟 人家富有到一个地步 都用钱用量器来量 我嫁给你到现在 一个车子房子 什么都没有 平平凡凡的 人家一下子 变成大富翁了 就鸡 鸡 鸡 鸡他这个先生 先生被鸡了 就去找这个弟弟 告诉我 那个秘诀在哪里了 弟弟告诉他 就是芝麻开门了 他就带了一些车队 去了 芝麻开门进去 财门心窍 带了一大堆的珠宝 放在车上 骆驼上 马上 结果呢 忘了 出来了秘诀 芝麻开门跟关门 强盗进去 杀了他 戳了他肚子 吊起来 非常可怜 你要思想一个 真理在里面 谁害死先生 太太 今生的骄傲 魔鬼引用的方式 就是要我们能够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就因为这些 阿里巴巴的哥哥 死了 但耶稣呢 得胜 提醒我们 在有虚恶的时候 留意犯罪的步骤 把石头变饼 跳下去 世上的荣华富贵 这些都是短暂淫焉 行神旨意的事情 神给我们的富足 是不加上忧虑 他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因此留意犯罪的步骤 这是第四个 留意脱离试探的方法 第五个 留心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留心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两个增加抵抗力的方法 是魔鬼引用耶稣的时候 耶稣抵挡试探的两个方法 第一个 圣经 当魔鬼试探的时候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三次的试探都说 经上记者说 第二次也是经上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第三次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经上记者说 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免得得罪他 常常读圣经 耶稣读圣经 其实魔鬼很懂圣经 只是乱用圣经 我们需要不只是 读圣经灵修 把神的话放在一生的手位 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 来引导你 世界一定会把你拉走 包括所得门王 给世界拉走 我们人很难是无神论的 因此要留意神的话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第二个 留心增加抵抗力的方法就是 靠圣灵 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有圣灵来引导他 试探完 圣灵在旁边 整个试探的过程 圣灵在旁边 其实不只是试探开始 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 圣灵沿路一直 包括道成若生 圣灵感应 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 受试探圣灵引导 所有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 你常常靠圣灵 让神的灵感动我们 圣经的话帮助我们 这是增加抵抗力的两个秘诀 因此常常吃神的话 常常祷告 读经 祷告 特别读经 人道加上天道 才能够头头四道 人道加天道 才能头头四道 中国人说民以实为天 反过来说 民以天为实 这个人就比较不会 进入试探里面 增加自己抗力的方法 就是圣经跟圣灵 让神的话藏在你心里面去 因此你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然远离你 这是第五个 抵挡试探的方法 最后 抵挡试探的方法 就是在危险试探来临的时候 让能够对付 得胜试探的耶稣 让他去开门 不要自己去开门 当危险试探来敲门的时候 只有耶稣能得胜 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神学上第一个 他代替以色列人 第二个 他代替所有的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说代替以色列人 因为耶稣是在 近时四十昼夜 在旷野 民宿记非常清楚记载 四十年旷野 以色列人受试探 现在耶稣基本上是代替以色列人 在旷野受试探 因此以色列人 在民宿记失败了 耶稣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成功了 得胜了 因此他代替以色列人 能够得胜的关键 就是只有靠耶稣 耶稣能够得胜试探 以色列人才有办法得胜试探 犹太人需要靠耶稣 来帮助得胜试探 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 路加福音记载 第三章耶稣试探的 第三章之前的家谱 是颠倒 从耶稣一直推到亚伯拉罕 一直到亚当 然后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然后马上第四章 耶稣开始受试探 原来路加很清楚记载 耶稣是代替全人类受试探 亚当的子孙通通会受试探 都会有软弱 但耶稣代替我们受试探 因此当有危险试探来临的时候 请耶稣去开门 你不要开门 他帮你开门 当敲门到的时候 请耶稣去抵挡 靠着他得胜有余 他是我们得胜的源头 他可以胜过我们魔鬼 甚至最后死里复活 你推的 把魔鬼靠着主推他 甚至需要上很稀奇 耶稣说完试探 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 当你抵挡魔鬼 照神的方式 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 上帝关心你所关心的事 由天使来伺候他 用神的方法最好 用耶稣的方法最好 因此你有困难的时候 照神的方法去抵挡试探 他就帮助你 让你所需要的义无所缺 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事 上帝就关心你所关心的事 抵挡试探就是靠耶稣 他在等你回来 十字架上 死里复活的耶稣 得胜的耶稣 他帮助我们可以脱离危险的试探 怕的是你不肯靠近他 他等你回来 你愿意吗 跟我一起来祷告 请 谢谢耶稣 我们有软弱 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 我们在power money 钱 权 色方面常常会软弱 我们也不了解 其实魔鬼的诡诈 主啊 今天明白你能够得胜试探 也靠着你的话 圣灵感动我们 也让你的宝血遮盖我们 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 靠着耶稣来抵挡试探 做一个复活得胜的人 把每一个人放在你面前 帮助我们脱离试探 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